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深沟 你好 欢迎再度收听 每周末中午放松的 我爱深沟节目 我是尹大米 首先播报本周深沟头条新闻 最近深沟村诞生了一位 爆红的网路明星 小间蔬菜老板娘 彭显慧小姐 而幕后推手就是田文社 在FB发表 第一次种菜就失败的摄影集 原本田文社粉丝专业的 按赞人数3500人瞬间暴冲 在本台记者结稿之前 总数已经将近14000人 按赞人数已经破了迷迷之音 FB专业所有按赞数的总和 这一周以来 所有吃饱没事干的人 脸书一打开 几乎被彭显慧小姐那一张张 既哀怨又任命的 种菜表情给洗版了 粉丝们疯狂 期待田文社推出的 每一集新作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定标题很重要 选择谁当主角更重要 而对于才华洋溢的田文社社长 OVER如此用心的推出这一系列作品 深沟村当地的长辈是怎么看的呢 80年老店的永庆甘马店老家张大哥 他对OVER的看法是 他读到硕士了 不读他就来做产 我好像是黑人 好像是空的 好的 这个答案其实我们也不意外 再来听听同样在农村开店 卖迷又卖菜的 宜兰友善生活小铺店长 毕芬 他看这起爆红事件 觉得背后的原因是 显慧本身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然后他的用词潜质都真的很好笑 我想这么多人会上他的网站 然后去看他 可能也很想尝试 可是不敢尝试 他终于有一个大个儿去尝试 然后结果搞成这样 那当然会觉得很有趣啊这样 你发自内心的说实话 显慧你腰弯得下去吗 如果他弯得下腰的话 拔草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一定可以有收成 多多少少而已 所以你是在指他的腰 要再练一下 要再练一下 我的身体超好的 本台也独家专访这位被诅咒 种菜会失败而爆红的主角 彭显慧小姐 请大家将他的笑声 搭配照片一起服用 请问一下显慧夫人 第一次种菜就失败 一夕爆红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你现在的心情充满爱 爱啥勒 爱啥爱我的菜 可是一个人被定义成失败而爆红 你不会觉得很受挫吗 不会哦 why 因为反正一定会失败啊 你那个种菜那么确的样子 是演出来的还是真的 你现在这样去伤害一个 肢体残障的受富人的心灵 你这样对吗 好啦那你觉得种菜的时候 可以在菜园旁边尿尿吗 可以啊 怎么尿 女生就蹲下来尿 男生就站着尿啊 不会被看见 自己找一块隐秘一点的地方啊 你试过了吗 试过啊 旁边还有人在吹沙克斯波 你说尿尿的时候旁边有人 我们旁边那个菜园旁边 有一个那个浓舍 里面出一个心理医师 他每天早上都要练沙克斯风 他应该是因为看到你在尿尿 所以想要吹辅助一下 没有 如果看他吹辅助要吹索娜好不好 最后我们就在索娜的演奏声里 陪着种菜的贤惠尿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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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東俱樂部的賴親手 歡迎大家來收聽 米米之音 我愛聲鼓 你如果要知道 我愛聲鼓 歡迎大家收聽我愛聲鼓 感恩喔 很開心 今天又是我們的科學家方儀 到我愛聲鼓節目 在上一次我愛聲鼓節目開播 沒多久的時候 我們跟方儀 已經針對福壽羅的 一些特性啊 像是她是夜貓子啊 個性很宅啊 然後該怎麼樣 面對一個 長時間 要跟我們作戰 但是 似敵又似有的生物 方儀 我們好久不見 哈囉 我們所謂的好久不見 現在是在節目裡啦 可是事實上 心裡頭一直覺得我們欠著大家 對不對 欠著大家 對啊 因為就還欠著 因為你有很多東西 不管是務農的人也好 或者是想了解這個農村生態的人也好 都會覺得 咦 上一次聽那樣真的是不夠 尤其我們都還 故意掉大家的胃口 所以福壽羅 接下來之後 福壽羅怎麼防治啊 什麼之類 大家都很關心的 好像都留著說 後面要講 那今天 先這麼說好了 我們想要 說防治之前 我們先了解福壽羅的身世好了 嗯 其實我覺得福壽羅啊 大家其實都現在比較關心 就是他覺得他是害蟲 然後要怎麼移除他 那可是其實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去看過一些文獻之後 發現其實他整個身世也 中間有非常多的謎團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還沒有一些 所謂的正確答案 嗯 可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就是 大家可以來聊聊這些身世的謎團 然後說定 會有 如果各位聽眾有那種 那種阿伯啊 騎老 說定會知道更多的東西 能夠提供資訊 那就是 說定我們可以更了解 他整個完整的故事這樣 意思是讓那個謎團更放大 不是不是 就已經很想要搞清楚了 到底 所謂那個 他怎麼來到台灣這個 我自己以為喔 就是那種Google 很容易得到的訊息 就以為那是答案 就是所謂的 本來是要拿來吃的 就只是這樣子解釋欸 那你會講成謎團 表示他還有各種說法囉 對啊 其實大名講沒有錯 他當初會引入台灣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那時候台灣人會吃田螺 就比如說你炒田螺啊 或是當作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所以呢一方面呢 福瘦羅其實體型跟生殖能力都比 台灣的田螺好很多 他比較大 看起來比較有肉 然後他的生蛋啊 孵化率都還比較高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欸那把他引進來 一方面可以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一方面呢其實就是說 其實整個東南亞 其實都有吃淡水螺的習慣 對 所以其實 鎖田還可以做成螺肉罐頭 然後外銷 變成是台灣的另外一個產業 那他到底算海產還是什麼 他就是 他是淡水螺 所以不是海產 所以他確實當初是因為這樣子的需求 然後用養殖的方式引進來 可是基本上這個引進不是透過官方 也不是立法的 也不是合法的 蛤 對 所以如果你上去Google 其實最常會提到的是說 在1980年左右 有一個高雄 住高雄美隆的一個黃姓婦人 這不知道可不可靠 已經滿 已經滿指名待姓的啦 對對對 他是從南美洲的阿根廷 帶軟塊進來 不是 不是承諾喔 是軟塊進來台灣 就紅色的我們最常看到紅色的 對對對 結成一球一坨 對對對 像葡萄串這樣子的 對對對 在粉紅色的 那我想帶軟塊的原因是因為他 一串就兩三百顆嘛 而且我想靜觀也會比較好靜 對 然後就帶進來台灣之後把它孵化 然後就開始養殖 可是我其實也聽過另外一個說法 其實是南部的某個學術單位引進來的 所以為了研究嗎 為了養殖 可是這中間很有趣的是 我看過一個官方的文件 他們一直都在講說這種 帶進來養殖跟後續的推廣 都不適合法的 對 那其實就會發現說 好像怎麼樣引進來就有一些 不一樣的說法 那後來呢 我去 很有趣的是 我去看了一篇國外的人 就是做了研究 他其實就是利用 因為過去不可考嘛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所以他用先進的科技 就是用 類似DNA那種分析 有道理 所以你就可以 就DNA就是說 你可能可以從身上 拿你的遺傳物質出來之後 可能就可以知道說你的祖先 是從哪邊來的 好辦法 對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重現以前歷史的一個 一個可能性嘛 所以他就做了研究的時候 他其實是做整個東南亞 不只台灣 可是台灣是其中一個部分 就發現呢 欸 台灣至少有三個族群 就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這意思是說至少 可能是從三個不同的地方 在三個不同的時間點 引進來台灣 有三個非法入侵的途徑 我想這好像也蠻合理 就是說可能有人 看到說欸好像有立刻圖 他也可能去再去原產地 再去帶不同的地方的 因為我剛剛說 黃姓富文其實是從阿根廷來的嘛 那這個福塑羅在南美洲 其實分布非常的廣 從普利維亞 巴拉圭到阿根廷 其實從緯度零度到四十五度 都有分布 所以它其實分布非常的廣 主要是從南美洲那邊 比較盛產 那是它的原產地 原產地 對 那非法入侵台灣 你說研究出有三個管道裡面 除了阿根廷的這一條線 另外兩條線 也是在阿根廷 可是是在不同的位置 喔 對 可是當時的目的還蠻能一致的說 就是養殖 是為了養殖 然後為了吃嗎 對 最主要是養殖還是 給人吃 對給人吃 可是他好像很快就被打槍 就是不好吃 好像答案就變得這麼簡單 對對對 就是你也去Google 你也會發現Google Google的問題應該是 那個說法太一致了 就是說欸 他會說欸 他的口感是鬆軟 嗯哼 就是沒有嚼勁不脆 然後不好吃 所以大家就紛紛棄制這樣 可是後來就發現很有趣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海鮮店啊 或是市場會買過那種 一種白色的螺肉 叫做雪螺 白色的 對像下雪的雪 雪白的螺叫雪螺 聽過 對你聽過齁 對 他其實應該是蠻常見的一道菜 那其實雪螺呢 就是白子 就是福壽螺的白子 白化症的福壽螺 白化症的意思是說 像人也會就是 有些個體他會缺少黑色素 對 所以你看他皮膚 還有就是頭髮 都會是白的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可是這個是養殖的 就是雪螺是養殖的 他是養殖的 但是你意思是說他的來源路徑 就不會是像剛剛講的福壽螺的那三個 我看到的資料是說 他其實是福壽螺大概是1980年左右引進來 可是後來兩年內 大家就覺得他沒有市場價值 就有點算是就放棄了 那福壽螺就自己跑出去 例如說溝渠啊水田 就開始造成危害 對 那可是呢有一部分的人繼續在養 所以像雪螺他們是說是在1986年 就是培育出來 成功培育出來的 對 所以那個部分還是有一群人 就是一小部分的人繼續在養 而且就是把它就是變成 因為一直交配過後 他們那個隱性基因會出來 所以才會基本上才會白化 那把它當作是另外一個產品 因為福壽螺這一個產品 應該是已經爛掉了 已經污名掉了 被污掉了 所以他們就取了一個 比較好聽的名字叫雪螺 等等 所以你意思是說我們吃雪螺 其實就是吃福壽螺 是沒有兩樣的 應該說他們同緣嘛 就是兄弟嘛對不對 應該說沒有兩樣 對 可是這會讓你有什麼不好的印象嗎 不是因為 因為我自己活生生看到 有一次在農民食堂 大家嘗試著要吃福壽螺的時候 我看到太多張臉驚恐的表情 就是他們是沒辦法接受福壽螺的 那個那一次有問題 我必須說 怎麼了怎麼了 因為我之前看過就是 像東南亞 他們很多人也是 因為他們比較 物質生活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其實田裡面的那些動物是 他們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所以他們還是會去撈 可是這是有Pepple的喔 嗯哼 一個要先把土味去掉 對 所以 周愛的福壽螺呢 要先放在清水裡面 有點像土砂 讓他把那個 因為你看他在水田裡面嘛 嗯 水田那個泥巴就是會臭臭的 嗯哼 對 這一次我有幫忙洗 臭死了 他們應該是一周來就直接燙過嘛 對不對 我有洗 我有幫忙洗 要讓他們自己 吐沙 對類似吐沙 過一兩天之後 難怪那不夠不夠 所以那一次太草率了 對而且還要去掉就是 類似器官的部分 他們其實最主要吃的是 他們下面有一個 一塊很大塊的肉 叫做腹竹 腹部的腹 對 那是他們移動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塊肌肉 那塊肌肉是還好吃啊 我們那一次呢 經過老 就是也沒有師傅教 就大家自己就是 呃 然後就 用手很用力的把 內臟的部分抓掉 抓掉之後 就應該留的就是 你剛剛講的那一段 可以吃的那一段 對就是腹竹 對那 意思是說 除了我們吐沙 啊不是吐沙 就是他的泥土味的部分 如果也好好處理的話 他應該就是現在 一般餐廳裡面的 雪螺的處理方式 應該啊因為 呃白子 白子的意思只是說 他缺少黑色素嘛 嗯 對 方怡那我要問 你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耶 那天我不知道 所以 那雪螺你吃過嗎 雪螺 算是有 就脆脆的啊 對啊 就是一般的 像法國餐廳不是有 或螺肉嗎 就是那種 有點QQ脆脆的 我覺得這真的 可以得到印證了耶 因為你剛剛 比如說到 為什麼腐瘦 大家就說啊不好吃 因為什麼鬆鬆軟軟 但事實上 我那一次也是 很勇敢的嘗試了 嗯 是有臉脆的啊 應該是 快炒之後吧 其實是還 算正常 可是你覺得 噁心的是那個氣味對不對 例如說 對就是因為前置作業都參與太多了 我知道 然後 不是有聽說說什麼啊 吃完之後 嘴巴裡面一時有一股 揮之不去的噁心 對 為了要避免那個 不舒服的那個味道的話 就變成會加了大把的 什麼下 對 就變三杯 三杯福壽羅 幾乎所有的 蓋蓋的味道都蓋過去了 最後就 就只剩下 依稀印象中 欸 攪起來 其實它是有一點Q跟脆度的啦 是有的 這麼說就 命案就洗刷了嘛 其實就很好奇說 那當初為什麼會棄養這件事情 喔 其實我覺得那個資料還蠻少的 嗯 這一連串很適合去寫一個報導文學 就是不是從科學的角度 是去探索 當初到底人們是怎麼看待它 南美的那個 自己的生態裡面 它也有被食用的那個部分嗎 你說被忍嗎 對啊 我看到的 嗯 一篇文獻它 它其實是一個 南美洲的學者 它用了兩個字來形容 福壽羅 在南美洲的情況 Useless跟Harmless 意思就是說 沒有用 嗯 可是也無害 所以它其實裡面有提到說 它 他們其實沒有 沒有使用它 然後它也沒有造成 就像在整個東南亞造成那麼大的危害 它其實就只是 濕地裡面的一種生物 嗯 可是它在南美怎麼可能不會對稻田造成危害呢 其實很有趣的是 這一點就可以去講 我們對外來 所謂外來種的觀點 因為呢 其實它裡面有提到說 南美洲也有水稻田 那在南美洲呢 福壽羅數量其實也不少 可是呢 它們的種法 它們的稻子的種法跟我們不一樣 嗯 其實整個東南亞會比較偏是所謂灌溉型的 就是說你可能就是 要有很多水去種水稻嘛 對 所以像例如說在宜蘭 你就可以看到是 嗯 冬天就蓄水 那到春天之前會先打一次田 對 然後水 那個整個田就爛爛的 然後有一層水 然後接下來擦秧 對不對 對 然後就讓它長大 那有沒有水對福壽是關鍵 所以它就會馬上就出來 嗯 可是在南美洲 我不知道是因為文化還是 它們缺水的關係 它們基本上的田 剛開始是用乾式打法 乾式有點像打菜購這樣 嗯嗯 乾打 嗯嗯 然後水稻的話是用直播 直播就是說種子 嗯 直接把它撒到田裡面去 哦 我們這邊是 我們這邊是 對我們這邊是已經把它 例如說育秧成幾天 大概三四十天嘛 嗯 再種下去 它那邊不是它是乾的 然後就撒下去 然後讓它長 長到某一個程度 再把水放進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猜它那個 長到某個程度應該是已經是太老了 嗯哼 對福壽羅來講已經沒食慾了 嗯它對可能太硬了 所以後來放水進來之後 或許會有福壽羅進來 可是它可能就是吃雜草 而不是吃已經太老的 雕妙 反而一瞬間就變異蟲了 對他們其實就是說 好像在南美洲這樣子的更做方法之下 福壽羅不會造成農業的損失 嗯哼 而且它可能變成是一個幫手 它就幫你控制雜草 嗯 那所以就從這一個例子 你就可以看出說 其實我們自己把福壽羅引進來東南亞嘛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種植方式 就等於算是幫它營造了它最喜歡的一個環境 例如說有水 然後又有鴨苗可以吃 嗯哼 然後又施肥 因為施肥是有很多的蛋在裡面 嗯哼 它有蛋它就會成長得很快速 嗯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在說 嗯 它很頭痛 它讓我們很頭痛 可是在某個程度來講 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嗯哼 你也可以這麼說 我們自己準備了這麼澎湃的 對 我們把它帶進來 因為想來美洲到亞洲 是很遠的一段路程嘛 嗯對不對 對 對啊 所以當時引進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追 追溯那三條路線進來 現在目前你 你可考的那三條路線 對 他們是不是曾經思考過 其實稻田的環境是那麼截然不同 是不是所謂 漢道跟水道的這樣的差別 剛剛的這樣描述 或許 對 不過我想其實 現在同樣事情一直在發生嘛 例如說現在大家引進什麼 大家蟹 對 在水田裡面種 那 其實我覺得是 大家可能都還沒有學到 一個教訓這樣子 月明奇想 你是說 該有什麼教訓呢 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 應該是說當你要引進一個 原本不屬於這個地方的生物的時候 你必須經過非常多的考量 例如說 它是不是對生態 對人 對你的文化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而不是只是 覺得說 它好像有一個優點 例如說像福壽羅 我們就會覺得說 它看起來好像肉很多 很好吃 有經濟價值 你只看到這個 可是你其他的部分都沒有先做評估 去看它整個完整性 對啊 那以你生態學的這個領域的研究 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引進外來種 這種事情 是應該盡量避免嗎 那個角度 當然是盡量避免 可是我覺得很多事情的考量 當然不能質疑生態嘛 因為我想就會有它所謂經濟 政治跟社會的考量 所以基本上呢 就生態的程度來講 我們當然是希望盡量避免 可是呢我覺得至少 就是在很多層次 很多層面 就是例如我剛剛講的經濟 例如說因為養殖的關係 你需要引進來 那我覺得必須各方面去做一個權衡 你就例如說生態的考量是什麼 政治經濟社會的考量 在整體放在一起去 大家一起去做一個決定 對 可是你必須知道你的後果是什麼 就知不知道 但是那種後果 通常是人類自己都沒有辦法 完全能掌握的 對 這只能近人視聽天明 好啊好啊 現在我們就來面對那個後果嘛 反正福壽羅就是來了 就來了三十幾年 那講到我們要聊真正 如果說就面對它所謂的防治的話 以我們務農的 從這個只能從這個角度啦 就其他角度先 其他的身份立場就先不管 在農人面對福壽羅的這件事情防治 我們大概了解了身世 然後現在面對防治的話 當然它的能夠克服的方法 難道還會跟南美洲不一樣 在南美洲他們根本不用擔心防治它 是 對 那在台灣其實現在最麻煩的是 第一個它數量已經太多了 因為它 它的耐力很強 也就是說 它可以適應的溫度的範圍很大 因為它 它原來的產地裡面 就橫跨了熱帶 負熱帶 跟溫帶嘛 0度到45度嘛 然後又不怕冷 不怕乾 對啊 然後又很會深 所以它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數量太多 嗯 例如說像我們去年 算了一下我們 有一塊地0.8分 大概240坪 這樣一塊大的水田 裡面大概就有2萬多顆嘛 哇 所以它數量 數量多之後造成的問題就是 會把鴨苗都吃光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的防治的話 第一個真的 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它數量給降下來 那其實 這個數量要降下來 其實我覺得有幾種方法 因為其實這個可以從那種類似人口學去想 你要想說這樣 例如說一個村落 例如說深溝 有多少人 是怎麼決定的 一定 生出來的不是嗎 對 第一個生出來的嘛 還有嗎 喔 遷入的 對 就是搬來的 對 就是搬來的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是去世的嘛 喔 對不對 複職的 還有就是移出去的 嗯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四個因素 那其實我們現在會想到的是死亡這一塊 怎麼樣讓福壽羅死掉 嗯 所以從很久以前就是 我剛剛有講1980年 短短兩年內 就是福壽羅就開始出現危害了 那時候政府開始做防治 第一個想到就是把他們全部殺死 所以他們那時候官方使用的藥 其實現在已經禁止了叫做三本錫醋 嘿 它其實是一種還算蠻堵的 所以像農夫有時候用啊 沒有帶防腹措施的話 你皮膚是會潰爛的 它是農藥 呃 它是一種化學物質 喔 對 三本錫醋 對 到現在都還有嗎 沒有沒有它在1997年就禁止了 喔 因為太劣也太強 對 就是對人也太毒了 嗯 那我們現在當然會有一些替代性的 例如說耐克羅啊 然後還有說像現在有機農業可以用的苦茶破 嗯嗯 其實是反正也是一種除草 除邏劑 那他們的方法 他們的最主要概念就是增加它的死亡率嘛 可是呢我們剛剛講到是 呃 一個地方的人口 還必須考量到是什麼 生多少 對 還有多少移進來嘛 嗯 那像這一塊的話 我們覺得是要同時去進行它 嗯嗯 例如說 我上次好像有提到說 一顆母螺 它一年就可以生五千到八千顆蛋 嗯 如果它全部孵化的話 如果你只是一時撒也沒有用 嗯哼 所以其實像 呃 一個很重要的是 像你如果看到那個軟塊 粉紅色的軟塊 是盡量一定要移除它 哦 對 至少減少出生率 對 因為像 例如說像去年台中市政府吧 就有鼓勵 鼓勵就是去減福瘦羅的蛋 嗯 然後我記得是一克一塊錢耶 可是這很麻煩 因為 這個效果很好 可是 就有聽說 人家就刻意去養 嗯 哈哈 所以好像過一陣子 那個經費 就一下就 就 就沒有了 這樣子 就是上游政策 下游對策 對啊 然後像 嗯 我們這邊的有一個 那個 Maker 就是姓妍嘛 他最近也很紅 他其實有提到說 他想要做一個 福瘦羅軟塊移除器 嗯 他就 我覺得他很妙耶 我覺得應該 可是我覺得很有用 他就想要 發明一個小機器 然後他會可以辨識 那是福瘦羅的蛋 嗯 然後就 如果發現是福瘦羅的蛋 他就自己把它打變 機器自己要辨識 他不是一個手工操作的東西啊 沒有 他想要自動辨識 那那台機器要自己跑 有點像掃地機器人 對對對 田裡面的掃地機器人 然後 他就會自己去辨識軟塊 如果 我覺得這東西如果能夠做出來 應該 影響力會蠻大的 太不可思議了 杏妍 你的腦袋瓜 你下次可以採訪一下 那個杏妍 那怎麼有發明不完的東西啊 不過至少啦 現在 這些友善小農做的方法 就是 只要有去尋田 嗯 有看到 軟塊就一定移除 那像 用農藥化肥的冠型農業 基本上 因為他都用藥嘛 對不對 他基本上 整個 種田的過程當中 會去尋田的機會很少 所以他們 是不管這些的 嗯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雖然用藥 好像一次可以殺死很多 可是就是春風吹又聲 很快又回來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 軟塊的部分 是一定要移除這樣子 嗯 那是 也算根治的方法了 嗯 應該是說 嗯 他佔了一個其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說 出生死亡嘛 對 移出移入這樣子 所以光有死亡是沒用的 出生也很重要 嗯 然後移出移入呢 還能夠怎麼樣下手嗎 移入的話 其實很簡單的是 符書我基本上 進入一塊田 你覺得它是怎麼進去 流水是不是 對啊 就是灌溉水源 對就是灌溉水源嘛 那其實像我們會做最簡單 就是出入水口 就是放那個過濾網 嗯 就像例如說 烤肉架 就是那個細網 嗯 就放著 那當然有人會說 那可是那個很小顆的 還是沒有辦法擋啊 可是你至少可以擋大顆的 嗯 因為大顆很會生 哈哈哈 OK 對 那種過濾網 它綠的是真正已經成型的符書螺 還是說那個卵呢 符書螺的卵 它有可能也會這樣子 變成散佈著一顆顆色的小卵 然後跟著水這樣游進水田嗎 也是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那個機會 其實是比較少的 嗯 而且一直長期泡在水裡面的卵 是會死掉的 哦 嘿 長期啦 如果是一兩天可能還會孵化 可是如果是泡個九天十天 就一定會死掉的 嗯 所以我就沒有太擔心這些事情 所以網子把它隔離 這就簡單的做法了 對 因為其實很有趣的是 其實也不用 那個真的不能小看符書螺 就是 有時候我們看到那個 你的田的入水口 跟鉤曲裡面的水位 有時候會離得很遠 嗯 例如說乾水期的時候 嗯 它那個水位可能會是在你的 入水口的下面十公分 嗯 你會覺得說 對於科羅來講 十公分應該很遠吧 嗯哼 可是你就會發現 他們就是有一點點水流滲出來啊 他們就趁就是 啊順著那個水流 就這樣一直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嗯哼 沿著那個有一點點濕濕的牆壁 然後就攀岩這樣 但基本上他們很怕乾就是了 對他們基本上就是要有水 他們其實也不是怕乾 是太乾他們就是有點算是把自己的活動量減少 像休眠這樣子 嗯嗯 可是有水他們就可以出來活動 嗯嗯 然後密食交配 嗯哼 對 那移出 移出其實我覺得比較 這一點移出倒是在這裡沒有什麼功用 我們可以說移出跟死亡是一樣的 哦 就是把它除掉了就對了 對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 基本上官方或是農改廠 目前的一個態度還是用藥物去毒殺它嘛 嗯 可是像我們友善小農 就會不想要用這樣子的藥物毒殺 因為呢 呃 田裡面有其他的生物 例如說 有鮮魚鯉魚 有其他的原生蘿類 有水質 不會吸人血的水質 我已經學到了 上一期很快喔 對 有很可愛的水質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就去年 才會想說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可以取代 那像上一集裡面有講到夜貓子那集 對 以前小農是用手撿的 對 現在都也還是這樣吧 有些還是用手撿的 那不過其實我們會覺得說手撿當然可以 可是怎樣 很累 而且他又是什麼夜貓子 對 喜歡在晚上九點到凌晨三點出來開派對 這樣子下去身體會動尾條 拿命跟他拼真的 對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呃 就是上次講的他的一些習性 例如說他晚上出來 然後他喜歡吃米糠 嗯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陷阱 然後裡面放他最喜歡吃的米糠 然後放過夜 因為他晚上出來吃嘛 然後就讓他留在陷阱裡面 對 出不來 必須要是一個出不來的陷阱 對 就看看他效果怎麼樣 嗯 那當然我們目前做的陷阱 還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 讓他不出來 嗯 因為我們之前有架過一個攝影機去看 我就很好奇說 那到底多少進去會多少留在那裡 然後就發現有些不說我真的很討厭 他還會帶一個便當 就是他會把米糠 不知道為什麼黏在背上 你就看他這裡背上一坨米糠 嗯 然後就這樣走掉了 嗯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目前做的陷阱 大概有六七層會留著 可是六七層的話 一個晚上也一個陷阱 可以抓到兩百隻 其實還不上 效果不錯啊 還OK還不錯 嗯 對 所以我們目前會想要就是宣導說 大家可以試看看說用陷阱 搭配米糠的方式 嗯 來把來做這個福壽樓的移處 嗯 設陷阱的方式 就是不管他是怎麼製作的 然後操作手法怎麼樣回收什麼 在過去這一年 你們都有把研究的成果 然後到處的 跟大家分享 教大家 對 可是你覺得整體上得到的反應 大家在學習上 你會不會覺得是有某些難度 或者他們就是通常 真正要應用的話會碰到什麼考驗 我覺得是第一個 大家都還覺得效果不錯 嘿 因為他們之前或許都沒有聽過這樣的做法 所以第一個他們根據我們秀出來的數據 譬如說可以移除百分之多少 還有就是那些就是我們實驗庭的狀況 因為其實就沒有怎麼被吃掉嘛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相信 可是第二個呢 他們還是會覺得很累 尤其他們會最質疑的說 那這是不是只能適用在小面積的種植 因為他覺得去放陷阱 或是放耳料 再收 就是還要時間嘛 對 那像我們去年秋天 就針對這一個議題 就是說農夫真的做起來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找了這邊深溝的幾個農夫 對啊都被我們摧殘 我們就強迫他們說好 你們一個人 一天要操作一甲地 很大耶 可是我覺得 一甲是大吧 對可是一甲地 基本上 你要種到兩三甲 才能夠有基本的經濟收入 維生這樣 所以就請他們來做 就是一些測試 那很有趣的是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做事的速度也不同 所以基本上一甲地一個人 要操作 一天要花四到八個小時 那 我每次講這個數據出來 大家都說 四到八個小時 就為了佈置那些工具 就是因為你還是要放嘛 因為我們 就是有根據結果 有設出一個標準值 就是說你一甲地 大概要放兩百五十個陷阱 所以你可能四到八個小時指的是說 你去放陷阱 然後放幼兒 然後 然後就是這樣放兩百五十個 你在鐵裡面走這樣子 這都還牽涉到後來還要回收回來 對 然後把伏繡羅刀出來 可是 然後要踩死嗎之類的 沒有那還沒包括 就是 收跟放這樣 嗯 可是我們那時候 第一個覺得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認為 你一年只要做兩次這樣的事情 一個是插秧前 嗯 然後一個是 就是 插秧後 差不多十月 十月後 就是 因為它整個 重道程序是這樣 插秧前 擺陷阱 的原因是因為 盡量把數量減少嘛 那不然 秧苗會被吃掉 那接下來稻子種下去之後 老實說你很難做什麼事情 可是它都吃那 剛插下去的秧苗啊 對啊 可是因為你剛開始插下去之後 它有更好吃的東西 它不一定要來你的陷阱裡面吃飯 對不對 你看你的桌上全部都是buffet了 嗯 所以剛插秧前的時候 田裡面什麼 桌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只有你一道菜 哦 那你剛醒來很餓很餓的時候 你就不得已一定要去吃它 好有道理喔 對不對 你意思是說 那些福寿羅本來就是 直浮在土裡 對 等待著最佳時機 因為冬天很冷嘛 對不對 然後溫度回暖之後 它出來了 可是它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吃飯了 那它會很餓對不對 嗯 那它又只有你的菜可以選擇 所以那時候應該說效率是最好的 趕緊引誘他們出來用餐就對了 對對對 我想我們是還沒有試過 是有秧苗的時候放效果怎麼樣 可是我們直覺覺得 那個效率會變差 嗯 或許我們之後可以來比較看看 那你說第二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 是因為 稻子後來到收割之後 會放肝 然後因為會種綠肥 就是島成亞嘛 嗯 田青 對那時候整個地都是乾的啊 福壽也不會出來啊 福壽也不會出來啊 嗯 一直要到十月左右 會再放水進去 把它怎樣 打下去 當綠肥 對 然後再整個蓄水 那也是一樣的道理嘛 那時候福壽也才會又出來啊 嗯哼 它必須趕在 像宜蘭的狀況是 大概十一月之後就會氣溫比較冷 它們就會躲到土裡面去了 所以它要把握這一段時間出來 然後怎樣 趕快吃東西 吃飽喝足可以睡眠 對對 冬眠 對而且那個時候 你的田裡面沒有稻子嘛 又只有你這道菜 嗯 那我們就是選人性的弱點 羅性的弱點 哇真的是羅性的殺手欸 你已經完全掌控它了 因為我們想要有一個有效率嘛 嗯 對不對 當然什麼時候時間點做都可以 嗯 所以我們會想的是 呃 你花的時間跟你得到的那個 呃 到底那個比例是怎麼樣 而且完全是抓準它在最餓的時候 會是哪個時期 對對對 而且沒有菜 哈哈哈哈 所以你準備的東西一直不夠好吃也沒關係 但會不會去黑嘛 好 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本來是覺得 我們自己覺得說你一年只要做兩次 然後可能一次做一個禮拜 一天花四到八個小時 那可能可以減少很多你的損害 那像我們是會去做 嗯 可是我覺得呃 呃 有些農夫可能還是會覺得說 啊 啊 整個那個 啊 對 可是呃 我還是覺得那是因為對環境不友善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思索說 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到底可以再怎麼樣的改善它 嗯 嗯 有嗎 有有 我們今年就是 其實我們想到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我剛剛講說陷阱 它設計還不夠完美嘛 嗯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個晚上進去之後會有 例如說三四層還是會偷跑出來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每天在每天去收 譬如說今天放明天就再去把抓到的趕快收回來 嗯 那所以會增加你時間的消耗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如果可以改善陷阱 然後設計出一種陷阱 你可能一定進得去出不來 嗯 那我只要兩三天去收一次就好 哇 多迷人啊 對對對 然後我想你整個那個工作效率就會提高很多對不對 所以又發明了一個只進不出的了嗎 那個那個是我們的田文社社長 我們發明的 怎樣 實用嗎 真的能用嗎 目前它測試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OK 所以就是重點是在於說 好那我們今年再來測試一次 嗯 就是有一個數據去做比較 嗯 嘿 所以我們這是我們今年秋天會再做一次試驗這樣子 很快啦 現在是已經入秋了 對啊對啊 害我好緊張 因為都還沒有開始弄 你看農村生活是不是很好玩 好像隨時都進行不完的實驗 對啊 所以我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農村生活很休閒 我說 忙一個了 我怎麼覺得好像從來沒休息過 對 而且我還以為我們今天分享的東西就是應該是 嗯 很簡單 餓藥然後直接告訴大家 就直接可以這樣做 但事實上 你 像芳怡你所分享的其實是 都還是可以更好的 你也一直在追求更好的工具 但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呃 不是自己做爽嘛 就是說 你還是希望說 它可以 真的有一些影響力 所以影響力就是在於說 你希望那些種兩三甲的農夫 他覺得他的體力跟時間上可以負擔的氣去做它 那雖然以我們自己 我們可能還算年輕啊 例如說四十歲 所以像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今年操作快兩甲地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嗯 可是我想喔 對於例如說老一點的農夫 因為我就有聽說阿公 嗯 阿公今年有興趣想要試看看 陳榮昌阿公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覺得欸 就是好像有一點點影響到 就是這些老農 對對就是 他會 他可能也是一直聽到一些我們的事情 他就會 而且喔阿公的田 他幫人家管理的田 就在我們的田隔壁 嗯 所以他其實看了兩年 他就覺得欸 為什麼遺憾中的田 因為他以前一直覺得友善小農的田就是 都會坑坑洞洞的 因為被吃掉 對 一坨一坨一個洞 對阿然後像我們去年做實驗的時候 那塊實驗田 我們是用單株手插一樣 嗯 阿公那年過去的時候還說 喔 嘖 很敢喔 哈哈 然後我們就說 試看看吧 然後他後來來看覺得 長得還不錯 所以我想他應該是 慢慢有被那樣的成果給說服 嗯 他會想要試看看 你的單株手插田 就央苗人家可能是幾株 對就是機器是大概一蟲嘛 大概十株嘛 十株嘛 十株那你們十分之一 結果你們的收成量也是十分之一嗎 別人的十分之一 當然沒有啊 那為什麼不會 為什麼你只有單株而已也可以長出很多 其實第一個是因為它沒有被吃掉 對不對 嗯 因為福壽羅防治的好 有控制 對有控制 第一個它沒有被吃掉 然後第二個其實如果你有聽人家講啊 呃 單株 你要想嘛 我這個地方的養分只有一個人 嗯 吸取 所以它其實單株手插秧的 道子 分裂會分裂得非常的好 哇 我懂你意思 對啊如果你十個人吃一碗飯 跟一個人吃一碗飯 那獲得的養分是不一樣的 哇 一個人吃一碗飯那一定鼻子子的啊 對啊對啊 那為什麼那個機器差量是多呢 基本上第一個是 因為福壽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十個嘛 假設福壽吃掉五顆 我還會有五顆 然後第二個就是機器的限制 因為機器很難一次抓一根 嗯 嗯 這麼細事的動作 嗯 大概只有人的手指可以做 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是有一個 有利有弊的 一個考量啦 嗯 所以單株手插 你們還是會繼續下去嗎 對 那當然手插秧的話 是因為我們還有跟一些基金會合作 就是農事體驗 嗯 所以我們那一塊應該會持續用這個方式 嗯 我們今天就這麼其實講得很具體的 就是談福壽羅的身世跟怎麼防治而已 可是 也 也真的就聊到很多 花了很多時間了 可見他福壽羅的故事真的說不完耶 對啊 其實後來 發現光是說去查他那些文獻 我本來覺得很少 嗯 然後後來發現是台灣很少 哦 可是整個世界都一場好可怕 兩三百篇 嗯哼 還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講了 我 我想藉由我愛深溝 應該感覺已經秀到了一種幫福壽羅徹底平反 他的這個生物的價值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家萌萌說他還蠻喜歡福壽羅的 對 我說福壽羅不是會值得要你爸的秧苗嗎 他說再補就好啦 這孩子太懂事 他太有哲理了 了不起 所以生態學家的小朋友 OK我們就多聽芳怡聊這個內容 我們應該也會多少被感染一點點 我們今天有漏掉太重要的嗎 關於防治的部分 嗯應該還好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很 就是我應該說我覺得 福壽房治是一個震災發生的事情 嗯所以像我們剛剛講的其實只是很簡單說 你可以用任何形式的陷阱 然後加上米康 在對的時間點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現在覺得是插秧錢 跟田青打完後 不過這個是比較限於宜蘭的狀況 因為水資源比較豐沛 然後我聽說像西部跟東部 他們其實一年會有兩期或三期 而且會很缺水 對 這個情況可能又必須再另外討論 如果他們很缺水 感覺像對福壽羅來講就不利生存 應該是不是也就比較不會有這方面困擾 可是我聽說像他們二期到啊 二期的話是 好像是六月收割之後會再種一次 那你想啊六月 福壽羅剛生完一批出來 所以七月的時候他們只要水一放進去 那個比之前不知道多幾倍的那個福壽羅 就全部一擁而上 你為什麼會說六月他剛生完一批出來 因為那時候看福壽羅整個生活史 就是說 譬如說他二三月從土裡面出來之後 他就先拚命吃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怎樣 一定是交配生小孩 所以他有繁殖期是在六月 不是不是繁殖期在六月 是六月的時候因為 他在三月就會先交配生小孩 那他基本上只要三個月 最短三個月 那個小螺就會變成成熟變成大螺 可以生蛋的大螺 而且會吃 開始吃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整個數量其實不是兩倍這種關係 可能不知道是多少的多少倍 所以那個通常二期到座的危害是會最嚴重的 那宜蘭已經算很好運了 因為宜蘭冬天冷 整個冬天它不會生啊 因為太冷了啊 所以你要是對於西部這邊 他們二期到座的時候遭遇到那麼大的挑戰的時候 會有什麼建議嗎 我們曾經有就是西部雲林的房治所來找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那他們本來是想要把整套東西就是整個copy帶回去用 可是我們就詢問了一下他們的工作方式 就覺得不太可能 原因是因為他們打田 他們一直要打田那一天甚至前一天 才有可能把水放進去 那我剛有講到說我們做陷阱的房治 就是第一個一定要有水 第二個你可能要連續抓一個禮拜 那對他們來說就是要連續一個禮拜有水 幾乎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曾經看過日本做的一個研究就是說 他們建議說可能可以採取所謂的輪座的方式 水和輪座 水和輪座意思是說你可能第一年種水稻 然後第二年這塊地 你就完全做那種旱座的 例如說大豆黃豆玉米 就完全沒有水的 那文獻上是有說 輻座樓基本上應該是可以耐寒六個月 你只要超過那個時間點 就可以逼死他 對 所以其實他們有去做過這樣的操作之後 就發現真的這樣做之後 那個這一塊地 同一塊地 輻座樓的數量就會降低很多 那我覺得那其實是一種 有點算是適地適中 順應這一個地方有的自然資源或什麼去做的一個調整 對所以有時候真的是不太適合把我們在宜蘭發展的這個東西 完全原封不動物帶過去 對 除非你這裡可以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就是有跟他們接觸之後 我們也開始在想 例如說類似輪座這樣的實驗 然後今年可能會有一個機會 可以試看看這樣 我覺得這都是因為真正去認識了他 嗯 才有辦法想出這些方法 對就是 而且還可以變通 是啊你就會想說 欸就是 像我剛剛講那個什麼 時間點 其實也是我們自己了解他之後 例如說什麼時候他沒有東西可以吃 嗯哼 就是那個時候來引誘他 怎麼辦我覺得我好像愛上福壽羅 怎麼辦 你覺得他很有人性嗎 因為 不是因為越來越了解 有沒有我們聽過啊 因為了解而在一起 然後 欸不對 因為什麼 人的話是因為什麼而在一起 然後因為了解而分開 好 但我這一段沒說 謝謝方怡 好不客氣 那我們今天 算是把福壽羅做一個小句點嗎 呃分號好了 分號 因為還有下一集 好 怎麼可以有這麼多聽不完的福壽羅 好我們期待很快就可以再聽到下一集 關於剛剛的一些製作陷阱啦 這些東西大家都可以在FB或者是一般的Google搜尋農田裡的科學計畫 就可以查到其實相關的真正要操作的話 有時候也都有一些影片的分享或者是圖片對不對 這是我們正在努力的 因為我們之前實在太忙了 基本上 在我們的FB或網站 理論上都要有這些東西 可是呢我們好像從福壽羅是夜貓時開始寫起 才寫了一篇還是兩篇 就暫時中斷了 不過我想就是這半年 我們會盡量把這樣的東西給補上 對 所以可能請大家再有耐心一點點 然後找時間用聽的也是可以的啦 先聽一下我們的上一集方怡分享的關於福壽羅是夜帽子的特性等等 然後再加上這一集 那到底建景怎麼做這個的話呢 其實多多follow我愛深溝節目 還有就是整個深溝村的小農社群的FB 大家常常會分享實作的經驗 應該也是都可以有很多直接跟大家交流的機會 謝謝方怡 毫不客氣 謝謝 下回見 下回見 節目沒有固定形式沒有固定來賓 但是每週六中午十二點固定播出 網路收聽品質友好友好 收聽時請享樂操作說明書